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历经千辛万苦才到家 我今天上面呢穿的还是这个冠军的白T 然后我早上临出门之前我自己把它给剪短了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修一下那个边 因为那个剪刀不是特别的好事 然后底下呢就是穿了一个破洞的浅色牛仔裤 然后我今天还穿了一个雨靴 因为今天这个雨真的是太大了 幸好我穿了雨靴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会被淋成什么样 anyway 然后我刚才呢收到了一个 快递 这个快递呢是一个牌子寄给我的礼物 我特别特别的期待 他们是一个就是做了手表的品牌 然后呢是澳洲的公司 然后从澳大利亚寄过来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我本来没有期待这么快会到了 跟你们一起做一个小小的开箱吧 很有质感的感觉 我这一次一共是 挑了三个东西 一个东西呢就是它这个本体这个表 然后他们家就是表有点像当时特别火的那个 DW的那个表的那种概念 就是表然后你自己可以配表大 然后我表袋呢我就选了一个这种皮表袋 它也有那种帆布表袋 我选的是一个这种杏色的皮表袋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就是配首饰这样 这样就戴起来比较的好看嘛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包装做的好质感啊 这个黑色的壳 我们拉开看一看 哇好好看哦 给你们看的 有没有我觉得好好看啊 它这种金色的表 戴起来很夏天的感觉 戴上看一下 我不太会戴这种表不过 哦戴上了 但是有点长 到时候我会把它截一下 哦你们看还蛮好看的耶 我觉得 它也是这种 就是这种金色的表袋 然后我不是自己还挑了一个皮袋嘛 你就可以自己把这个皮袋换上的话 它就又是这么一个杏色跟金色表盘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首饰 首饰的部分我也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哦 我挑的是一个小手镯 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金色的手镯 我跟它搭配 哦我觉得这个手镯还挺好看的 这个手镯应该怎么戴呢 把它这样翘起来 他们家款还蛮多的 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哦 你们看它是这样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扣子 把它俩扣一块的同时呢 它这个还是吸铁的 蛮神奇的 哎 我的手太胖了 感觉没有人家 到时候我把这个袋子稍微截一下 戴起来的话就会是这种感觉 人家那个做猪表 戴盐的那个不都应该是这样 这样背 背好几个位置 哦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耶 你们看 anyway 他们好像还给了我一个这个 优惠码 就是大家如果想买这个牌子的东西的话 可以用我的一个优惠码 就可以打减15%的一个折扣 但是我不会拿任何佣金啊 或者什么的 我没有 就是只是如果大家觉得好看 感兴趣想买的话 可以用那个折扣码而已 但是我并不会就是从中有任何的利润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好看的 它这个上面是这种 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小扭扣做的还挺好看的 而且金色的也比较夏天 叭叭叭叭 好 我刚才点了外卖 然后我现在等着外卖来 一会就可以吃饭了 哎呀 今天下了特别大的雨 然后我也没有 没有就是 准备饭啊什么的 朋友们 我没有外卖吃了 因为可能因为今天的下大雨吧 然后我点了一个 然后被店家取消订单了 可能因为下雨不送 所以我打算把中午没有吃的这个炒了 这个是就是那种面包房里面买的 梨麦的这种沙拉 粉 反正里面有 那个叫什么 那个 鲜花 然后有洋葱啊什么的 然后你们看它是梨麦的 我打算自己再稍微调一个酱炒一下 因为这不是特别的好吃 Anyway我以后就只能吃这个了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二 然后呢我现在刚刚下班到家了 哎呀好黑呀 最近这两天巴黎都一直在下雨 然后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闷热的那种天气 特别的难受 有点像就是北京七月份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但反正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觉得有点闷热 然后呢一闷热就胃口就不太好了 不是特别想吃东西 我今天晚上可能会吃 本来中午买了但是没有吃的沙拉吧 为什么这个相机对焦这样 Anyway我觉得我这个相机已经寿命要到头了 这个是我差不多四年前买的 好多人都来问我我的相机是什么 这应该是我差不多四年前买的很老的一款机型了 但是呢我趁在618就是新买了一个相机 但是现在不在我手里 在我就是国内的家里 可能等我暑假回国拍的视频 就会是用新相机拍的了 你们可能就会看到一个更清晰的我 感觉好有毛病啊 Anyway我们收拾一下 然后就准备吃饭吧 我刚才有买水果 我打算先吃点水果 虽然好像吃饭之前吃水果不太好 但是管不了那么多啦 我这个买了一个是 那天我吃了觉得特别好吃的那个白桃 但这个今天是我在我们单位附近 一个中国人开的水果店买的 它那个中国人水果店的那个水果的品质都比较的好 然后还有买了这个大大的车离子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好 还买了这个大大的车离子 我打算洗一下 他们家卖的这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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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吃 就是也很贵就是了 在法国这边卖也很贵 但确实它一颗很大 然后真的很好吃 我现在先洗一点水果吃 好 我洗好了一个桃子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车离子 我打算吃一点水果先 我也太甜了吧好好吃 嗯好好吃 然后今天那个老板还让我尝了一下他们那块有一种白皮的樱桃 那也特别特别的好吃 就是又鲜然后又脆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anyway好好吃啊 我有可能吃完水果就不想吃饭了 我来看一看视频 大家最近都在看什么 都在看101吗 Hello hello hey 请给我舞台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三 对今天是星期三 然后今天早上起晚了 我就没有什么时间 你们看我都没有时间好好画眉毛 就是只是把我眉毛的空隙填上了而已 所以我眉毛现在看起来就很细 然后今天呢穿了一个这种姜黄色的T恤 也是那天在ZARA就是淘的 然后外边穿了一个这种就是西服式的小外套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也是 嗯 二三月份那会儿在ZARA买的 当地穿了一个灰色的牛仔裤 嗯 我现在打算换摄衣服 然后去健身房运动一会儿 然后回来洗澡 晚上吃一小会儿沙拉 一会儿再跟你们说吧 Hello朋友们 今天是星期四 对 今天新四 然后我现在下班了 我回家刚刚在楼点的超市买了一个小沙拉 这个沙拉是 嗯 我可能是在很多很多很多期Vlog以前 跟大家拍过我们家楼点的超市新开了一个那种自选沙拉吧 你就可以自己选 然后凑一会儿 它称重这样 我刚刚就 嗯 在底下选了一会儿沙拉 然后我今天到了一个快递 我超级兴奋 这个快递是我买的那个NARS的那个限量的腮红盘 那个腮红盘不是一直都断货吗 然后我一直刷网站它也都是断货 然后我就把我的流箱油在留在那了 就相当于加入它的那个waiting list了 就是如果它一旦补货它会通知我 结果那天闲来无事刷 邮箱突然发现通知我补货了 我赶紧上去看 发现还有折扣就赶紧买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来的 你们看这个盒子就很破了 我很担心这里面的东西有问题 因为很怕碎嘛 它里面倒是有这种软纸包在包着 但是你懂吧 就也没有很 就是这么一个盒子来这么放着这个 我有点担心 Danny 我们一起拿出来看一看吧 就是这个是不是超好看 就是它的那个限量腮红盘 然后我一直想买一直就没有 我买的是颜色相对 好好看 你看 好有质感啊 果然拿到手上跟看别人买就是不一样 还有背面是这种 然后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 希望没有碎的 哎呦我特别拍我的指甲抠进去 哇 没有碎的 你们看 好好看啊 这些颜色都 我买的这个是它的那个 哎呦真的都好好看 比我在网上看那个图好看 我买的是它那个Wanted E 嗨 你们可以看到你们自己吗 我买的是那个Wanted E 就是颜色都相对比较浅一点 对吧 这里面好像没有特别特别 就是热门的那个色号 但整体比较浅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日常一点 那个浓的那一盘 我怕我hold不住 就没有 买 然后就买了这一盘 Anyway 我很开心 它没有碎 它完好无损的到了我这儿 但是就这个快递真的是太无语了 你们能感受到欧洲这边的快递 就是包装有多么的随意吗 我真的就很无语 Anyway 好在它是完好无损来的 那我现在就要吃我的小沙拉了 然后吃完我的小沙拉之后呢 我都要去健身房了 最近非常勤奋的在运动 因为几档子心头大事 都一定程度上的烙天了 所以呢就可以有一些时间 好好运动一下啊什么的 那我先吃饭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现在真是一大早 街上都没什么人呢 然后我就出来了 我为什么今天又是素质言出来了呢 因为我要去接我的姐姐和姐夫 他们要就是回国休假 然后就是精转了一下法国 然后来看我一下再回国 这样 他们现在应该是从机场坐了车 然后在前面那个地方 好在是我们家离一个那个机场 搬车的那个站点 特别特别的紧 然后我先去接他们 把他们带到酒店啊 我今天真的是暴风了 我本来想睡个懒觉 结果里面睡成就特别早的起来了 我现在肩上扛了一个裤子 因为还挺冷的 他们说觉得 完了我看 让我姐到时候要不然把这个裤子换上 但因为我姐比我瘦好多 我姐遗传了我们家的戏长 我遗传了我们家的敦屎 哎 anyway 我把我这毛毛外套也给她拿了 不知道她穿得上穿不上 一会我们见了一面再说吧 hello 朋友们 我已经跟我的姐姐和姐夫见了面了 我这高光我感觉话中了完了 我刚带他们去了酒店 然后我们就在酒店的大堂里面 就是赶紧地化了个妆 给你们看过 我们就带那个 哎 这高光 太酷了 没想到是 今天今天其实有点冷 我们现在我先回家放一下东西 他们住的地方离我家就很近 然后我们在中午去吃饭 哦 哦 这个光真的太好了 这个光拍出来绝了 我今天带的这个美童也好好看 你们要再说 我们要再说 我们要再说 一会儿吧 我们现在来吃早饭了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早饭店还有个二楼 往常都是直接在一楼买了就走 然后 这个光真特别好 哇 你看这个光 特别好 然后 给你们看我买了什么 买了咖啡 买了一个 它吃的是巧克力面包 我吃的是牛角面包 然后它这个二楼呢 就是这种 装修的我觉得特别好 这光确实挺好的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呢终于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今日穿搭 今天终于有人帮我拍穿搭了 我的外套呢 穿的是一个 first cut的牛仔外套 然后里面呢 就是穿了一个这样子的 白T恤 这个T恤上写的是 我是一个时尚者 下面穿了一个这种 灰色的牛仔裤 然后穿了一个小皮鞋 然后我的 来拉近一下镜头的摄影师 然后 然后我今天这个地方带的这个 choker呢 是我上次淘宝开箱里面说的 跟大家说的 在淘宝买的那个choker 然后带了一个 就是普通这种金色圆圈的耳环 我还带了个美瞳 今天 我还带了个美瞳 我还带了个美瞳 今天 我还带了个美瞳 商品店的饭布包 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因为是这种米白跟红色的搭配 然后上面有画了一个香水瓶 就很法式 你知道 很法式 所以我今天的穿搭就是 这样子的 我也会显腿肠 贼肠 OK 摄影师表示同意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商场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环境 画花草草 摄影师走位 尽量保持镜头平稳 摄影师手拿得很稳 现在 这边还是很豪华 相当豪华 周围很多这种商场 让我们从非洲来的这些 有点不太适应 那我们就一起去逛逛商场 好 这就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大商场 我们家附近唯一一个 比较现代的商场 孩子还挺多的 今年就特别流行一种姜黄色 这种姜黄色的单品特别乐 我感觉我得这样 这个是一个 这一块的那种 就是 早饭店吧 就跟星巴克似的 但是它是一个反合的 就每天早餐 有的时候来自己 自己做早饭吃的时候 就会在家门口的这个店 买好的 然后带着去地铁店 好像这里的汤特别好喝 我没喝过 我喝过一回 它那个汤很好喝 它那个汤很好喝 这个 冰茶现在各家店都出品了 对 这个牌家应该很熟悉 但我不知道 大家就知道 它其实是一个法国牌 就是他们家的标志 就是那个小狗狗的标志 对 然后他们家现在也在打折 你看 七折后 这个优糖也有 对对 小视频生的 然后 这个的body shop 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然后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 这种 大商场 这个呢就是欧春单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前面我们上去就可以去斯斯兰 你想先逛斯斯兰 还是先逛Kiko 我们都去一下吧 顺路 那我们先去Kiko 先去进了地方 我今天绝对是被这个 之前的视频骗过来的 之前视频有一期是 特别的热 然后这个 这个 然后 猪猪 猪猪 猪猪同学穿了一个 吊带裙 非常清爽的衣服 然后还说好热呀 于是乎 我今天来的时候 也穿了一个点衣裙 结果今天贼冷 然后 然后 我就把他们给骗着了 他们就穿赏了 是不是动着了 对 然后现在我穿的是那个 还穿的是带毛帽的 我也是这个外套 一直都没能脱下来的 因为是 好 这个眼影看特别好吃 我觉得每天 这个店员都不在 你可以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眼影看 是不是很好看 对啊 好好看 再来逛一逛斯斯兰 这家斯斯兰超级的大 这家斯斯兰超级的大 这家斯斯兰是一家那种就是 特别特别大的 你斯斯兰的店 然后就东西预约的多 特别的全 化妆品啊香水啊什么的都有 然后这个就是有好多 反正什么牌子都有 这家店还可以用支付宝支付 现在就特别的方便 这就是 我们马上就要走过这个 春天百破底下的天墙了 我们现在准备打车去餐厅 我们现在准备打车去餐厅 吃饭间中我们订的是 比其林一星 是吧 比其林 你看那块就有他活的车 对 今天天气特别好 虽然有点凉 但现在出太阳了 很暖和 然后也不下 然后也不下 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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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今天讲那种 昆荒的样子 我们现在坐上车了 正在去那个餐厅的路上 刚才那边有露天表演 对 刚才那个地方有露天表演 对 刚才那个地方有露天表演 看到一个法国老奶奶 穿着泰式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在这正经八经的 正经八经的打出租车 以前都是叫那种Uber 没有这么正经八百的打过出租车 我这么看我这高光真明显 刚才我们刚逛了化妆品店 我们刚逛了化妆品店 这个是我们一会要去的餐厅 在一个比较古老的 挺漂亮的地方 走 米其 米其 小的米其的 二雷米其 咕噗 你们有一点像看吃货俱乐部的感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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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的名字 LV EU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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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精致的整体 你需要脱外套吗 嗨 嗨 嗨 你要脱外套吗 好 嗨 嗨 嗨 开始做了吗 他说这个是今天的菜单 他的菜单是用这种小盒子上来的 然后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 是他今天的菜单 我们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样子 还有意思 然后这个 就是他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些东西 都是小的 就是他都是这个样子